台南花园夜市 为2019年1月 首先发布于 Sony一览大师世界平台中的作品 月末在2017至2018年间 Sony向我提出了 使用A7R3相机合作的邀请 当时我同时正在进行 原貌系列作品的创作 因此我想 若是透过艺术创作 来构思此次的合作 更能开创出 有别于一般商用广告外的新格局 除此之外 这套作品还需要搭配着空拍机拍摄 并从2000多张照片中 筛选出200多张品质较佳的档案 以整合亮暗部 然后再从已合并的100多张素材中 进行全景图的拼接 在经历8次拼接失败 及多次参数修改后 才完成初步的全景拼接 在这之后 还要对马路上的车子 夜市里的人流 和错综复杂的电线进行细修 经过每天至少12小时的修图 连续14个工作天 最终才完成这套 应该是全世界上第一张 以空拍夜景多图拼接的 高画素艺术创作 在百张拼接而成的全景中 除了体现夜市的规模与璀璨 亦可清晰地看见人群 在摊分中穿梭 以及车辆在城市中 动语境的细节 可以说是一张 在我从事摄影工作以来 制作过难度最高的作品 甚至超越任何 以往的广告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